OK,OK 好,那11點10分,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大家好,我是這一節的講者Andy Chen 然後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題就是這個 Google Co-Lab加Hugging Face 然後帶你快速認識NLP 那首先,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Andy Chen,然後本名是江尚全 那我讀中興大學之工系 現在大三升大四 然後我也是NCHU GDSG的Call Team Member 然後也在中興大學的NLP實驗室担任研究助理 然後今年暑假去工研院的資料服務與智慧決策部 担任的實習生 那我主要的研究領域有網頁的前後端 機器學習和自然語言處理 好,那首先就是今天開始之前呢 今天的投影片有公開 那大家可以掃瞄下面這個QR Code 那待會聽演講的時候就可以邊聽邊參考這樣 好,那我這個畫面就大概放個30秒 好,那趁現在順便問一下 就是在場的人有人之前聽過NLP的嗎 可以舉一下手嗎 好,OK 那就是沒聽過NLP也沒關係了 因為今天的話都是講就是很基礎的部分 就算你之前沒有聽過 也是可以 對,也就是不用擔心啦 還是可以留下來聽 好,那就差不多就開始今天的議程 那首先目錄的部分 我有分成這幾個章節 就是NLP是什麼 然後NLP有什麼用 然後再來是講語言域訓練模型 然後是Google Collab加Hugging Face的實作 最後是參考資料和總結 好,那首先就來介紹一下NLP是什麼 NLP的話呢 它的全名是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所以就簡稱NLP 那中文的話呢 就是自然語言處理 那它其實就是一個電腦科學 加上語言學的一門學問 那另外它也是人工智慧底下的其中一個分支 那簡單要一句話介紹的話 NLP就是探討如何讓電腦去理解 然後甚至去運用這個自然語言 好,那這邊就有一個名詞需要解釋 就是什麼是自然語言 好,那自然語言的話呢 其實就是人類為了溝通所創造出來的語言 那通常會有固定的文法 那形式很多元 可以是文字啊 或者是語音或者是符號 這些呢通通都可以算作是自然語言 對,那自然語言處理的話 其實底下呢又分成 可以細分成自然語言理解 那就是NLU 那它就是研究如何讓電腦 可以把人類的語言轉成數值的資料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讓電腦呢 可以去讀懂人類的語言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自然語言生成 就是NLG 那則是研究如何 就是讓電腦把數值資料轉成人類的語言 所以換句話說就是讓電腦呢 可以去產生有意義的文字這樣子 所以這兩個概念呢其實是相對的一個概念 好,那接下來就來介紹那個NLP的實境應用 那因為實境應用很多 所以我這邊就直舉三個當作例子 那首先是這個Email的篩選器 那它可以根據信件的內容來過濾垃圾郵件 又或者像是Gmail 它會幫你分成主要 然後社交跟促銷 就像下面那張圖 那你的收件夾看起來就會比較整潔一點 就會不會整天都收到廣告信 很煩 然後呢,情感分析也是 就是有些公司會去社群媒體上面 收集客戶 對於他們自家產品的一些留言或是評論 那就可以分析他們的 就是評價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那就可以及時改善他們的行銷手法 那另外像是智能助理也是 像是Google Assistant啊 Apple的Siri 或是Amazon的Alessa這些 那都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那除了可以請他們幫我們處理各種瑣事之外 那也可以跟他聊天或講笑話之類的 那這些上面那些都可以算是NLP的運用 好,但是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就直接跳來講這個語言預訓練模型是什麼 好,那 語言預訓練模型是2018年 Google首先提出Burt這個語言預訓練模型之後 就對NLP帶來了革命性的突破 那為什麼要放下面這張圖呢 那其實那個黃色的角色他的名字就是Burt 那他是芝麻街裡面的一個人物 然後也就很神奇 就是之後很多NLP的模型都會以芝麻街角色的名稱來命名 就也不知道為什麼,反正就很有趣這樣 好,然後 那Google做了什麼呢 他們先收集了很大量的資料集 是Bookopus將上English的Wikipedia 總共33億個字 然後用非監督式的方式來做Pretend 然後之後呢就拿這個Pretend好的模型 去對特定的下游任務來做Fyton 好,那結果就是意外的都比之前的那些傳統模型還要好 那當年就是很少了整個NLP任務的排行榜 對,就是無人能敵這樣 好,那這個概念一開始聽到的時候可能會覺得很難以理解 但其實這個概念就很像我們在學中文一樣 就是我們從小到大身邊的人都在講中文 所以你耳濡目染之下 你基本上不用特定學 就會已經有一個基本的語感 那如果這個時候呢 再叫你去學一些特定的任務 比方說照樣造句之類的 那對我們來說就非常簡單 就比起可能完全沒有接觸過中文的外國人來說 我們學就相對就會快很多 對,所以我們在做Pretend的時候 就相當於是讓模型先學會這個基本的語感 然後再讓它做Pretend 那Pretend就是讓它去學習這個特定的任務這樣 但是除非你是大企業 不然你要自己從頭Pretend一個語言語訓練模型 根本是天方夜譚 那就作為參考 這邊假如你要訓練一個1.1億參數的birth-based的模型的話 那你要花16個TPU,然後要跑4天 對,而且剛才也講說那個資料集有33億個字 那一般人根本沒辦法收集那麼多資料 也沒地方蠢 所以呢 基本上現在都不會自己來做Pretend 那就是幸好那個birth的作者呢 有開源他們已經Pretend好的模型 那你就相當於是直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讓我們做下游任務呢都變得既輕鬆又有效 好,所以呢 近幾年來NLP的現況大概就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NLP的研究者呢 基本上都跑去研究Bert這方面的 對,那就變得比較少人在研究傳統的模型 對,因為Bert就很強大這樣 好,那再來是說Google提出了Bert之後 那其他的大企業呢 也就跟著淨香的推出自己的語言與訓練模型 那我們可以看下面這張圖 首先Bert是在這個地方 那它是340M的參數 然後後來呢 OpenAI提出了GPT2 那它是1500M的參數 然後後來Facebook也有一個Roboto的模型 然後之後Google又有提出一個T5模型 然後這邊是Microsoft提出的T0NLG 那這個時候就有17000M的參數 反正後來的參數就是一個比一個大 就是越來越誇張這樣子 然後但是可以注意到這邊有一個DistileBert 那它其實跟Bert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但它只需要66M的參數 對,所以就是有一些研究就是在研究 怎麼在相同的效果底下 減少參數的數量 好,那剛才那張圖呢 只記載到2020年的模型 那這邊有到2022年的模型 對,那後來呢 OpenAI又有提出GPT3 那這個時候就有175B的參數 然後最後這個更扯 那個Metra的ToolingNLG 然後它有530B的參數 反正就是超級無敵大就對了 好,那接下來就是講這個Google Collab 加上Hugging Face的始作 那就來介紹一下這個Google Collab 那相信只要你有使用過JPT3 Notebook的人 那對這個來說就一定不陌生 因為他們兩個非常的像 對,那就列出它的一些優缺點 首先優點的部分就是 如果你使用Collab的話 你不需要自己架設環境 你只要有網路 然後有瀏覽器 那你就可以連上他們的伺服器 然後去執行你的Python程式 那再來就是 它內建有很多機器學習的套件 像是那個TensorFlow啊 Pytorch,Psychi Learn這些 那就不需要花時間 額外去下載這樣 那另外就是 這一點我覺得蠻重要的就是 它可以免費的使用GPU跟TPU 對,因為就一般初學者來說 是蠻難取得這兩個東西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相對來說算 蠻大的優勢 然後另外就是 因為你的那個Notebook 是存放在Google Drive上面 所以你不管是要分享它還是共用 都很容易 那最後就是 像一些圖表或表格 它是可以幫你視覺化的呈現出來 但是當然也是有缺點的 就是說 它連續運行的最長時間呢 就是12小時 那如果你超過的話 它就會直接給你強制停止 而且你下次再重開的時候 你原本那些資料 就通通都不見了 然後還有就是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所以它 GPU跟TPU 是有用量限制的 然後 除非你是花錢去買那個 Google Pro 它的用量才會比較多 不然 基本上你只要用量用完 它就會幫你限制 然後你要一段時間之後 才可以再用這樣 好 對 那雖然有上面這些缺點 但是 就整體來說還是力大於弊 所以還是很推薦給 機器學習的初學者來使用 這樣 好 然後介紹這個Hugging Face 那 它是一間人工智慧的新創公司 那它底下有開源很多 NLP知名的語言域訓練模型 像是BERT 啊 GPT2這些 那它也支援100多種語言的 像是文本分類 生成和問答這些任務 那它們底下有一個 Transformers的套件 那使用者呢 可以用這個套件去下載 訓練跟上傳 它們的語言域訓練模型 那這個套件目前在Github上面 也有6.7萬個STAR 那這個STAR成長速度呢 在新創公司裡面是最快的 這樣 好 那接下來就直接來示範 那因為 我記得 我聽說這邊有網路 所以我就直接開collab來看 好 那這樣字應該夠大吧 OK 好 那 好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我自己寫的一個collab的筆記本 那這個筆記本呢 待會也會分享給大家 所以如果大家回家自己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來玩玩看這樣子 那 就說在開始用之前 記得要 就是另存一個自己的部本 然後 這個執行階段要改成GPU 不然你訓練起來要 要很久 然後另外就是你點擊上面這個連線 就可以開始執行 對 當然是因為今天時間有限啊 如果這個 程式實際跑起來會蠻花時間的 所以我們這邊就不連線了 那待會就是 我一邊講程式嘛 然後一邊介紹這樣 那一開始這邊的話呢 就是collab的內建 是沒有transformers 跟dataset 這兩個套件的 所以就是要用pipe install 然後transformers 跟dataset 這樣子來下載 基本上就跟你自己在你電腦裡面下載 任何piphone的套件都是一樣的 反正下載完之後呢 就可以用這個transformers 那我們首先來用這個pipeline 那pipeline 是完成NLP任務最簡單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就來看他可以做哪些任務 首先我們來做這個情侃分析 好 那 所以我們就把pipeline import進來 然後 這邊就是用sentiment analysis 對 那你不需要指定說你要用哪個模型 他會 預設就是幫你抓最好的模型下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邊default 他就用distillbert 這樣子 對 然後他就把模型下載下來了 稍微放大一點好了 OK 然後 然後我們再來就給模型隨便一句話 比方說 this moving is interesting 那他的分析結果就是positive 然後分數有0.99 那如果改成給他這個 this moving is boring的話呢 他 就是給negative 然後也是0.99 對 所以看得出來他的分析結果還蠻正確的 對 那使用pipeline就這麼簡單 剛才上面只花了一二 然後三 那三行 就可以完成nlp的任務 你甚至不需要去了解 就是 怎麼做資料預處理 或者是模型架構等等 因為huggingface都已經幫你把這些都封裝好 那你就只要直接呼叫pipeline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來做這個文本生成的任務 所以我們這邊 參數就是給他test generation 然後他就會幫你預設抓gpt2下來 然後我們就給他一句話 那個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ere three little pigs 就是三隻小豬 好 然後看他接下去會講什麼 他就說 she is pregnant with two one her father and one his mother 然後the baby bo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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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說什麼豬爸爸豬媽媽 然後豬小孩 反正就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但至少看起來這個句子還蠻流暢的 對 那接下來是講那個問答 好 所以參數呢就給他question Anthony 那他也是預設就會抓他的模型下來 然後這個qa的話呢 也是要給他一篇文章 然後再問他一個問題 那他會去文章裡面找答案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給他一段有關哈利波特的介紹 然後後面這邊就問他說 who is the author of Harry Potter 那他底下的回答就是jkroaring 對 他的回答也是正確的 那像剛才的話呢 都是使用他預設的模型 但其實你也可以換成你自己想要的 那就 比方說回到那個前面第一個 那個情感分析的任務 我們剛才是做英文的嘛 那現在我們想要用中文的 那首先呢你就要到huggingface 有一個models的這個頁面 等他跑一下 等他跑一下 好 放大一點 好 那左邊這邊呢就有很多篩選的標籤 那因為我們要做的是那個sentiment analysis 那他實際上是一個test classification的任務 所以這邊就選這個 然後語言的部分因為要做中文的 所以就選chinese 那他就會幫你把說符合的模型都 就是呈列在右邊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們要做的是情感分析嘛 所以就要選跟sentiment analysis有關的 所以我們就選用這個模型 對 那就把這個名稱給記起來 然後回到剛才的collab這邊 對 然後呢 如果我們想要用這個模型的話呢 我們必須先引用 這個automodel for sequential classification 跟autotokenizer 這兩個物件 然後那我底下就稍微介紹一下 這兩個東西 那首先這個automodel for sequential classification 後面這邊就是在指定他要做的任務 那剛才講是test classification嘛 那這裡的話呢 他的名稱就叫做sequential classification 那這兩個其實是一樣的 好 那如果你不確定 你到底是要用哪一種模型的架構的話呢 那你就3720 你就給他用automodel就對了 反正他會自己幫你決定 對 那這個autotokenizer的話呢 則是因為說我們的模型是不可能直接吃文字的 所以我們要透過tokenizer 來把我們的句子 先切成一個一個的單字 然後再把這些單字轉成對應的token 那這個token的話呢 就是數字 所以模型實際上是去吃這個token 好 所以我們這邊呢 就把這兩個給impot下來 然後要載入的話呢 似乎叫有一個 叫做fromptrend的這個function 然後裡面呢就是給他我們 剛才複製的那個models的名稱 對 那這樣子他就會幫你把模型給載下來 然後跟剛才一樣使用pipeline 然後一樣是sentiment analysis 然後只是我們這邊model跟tokenizer的部分 就是改成用我們剛才制定的 就是剛才下載下來的這個 然後接下來就可以直接來使用 好 我們這邊就給他說這部電影真有趣 那他的回答就是positive 那如果這部電影真無聊呢 他的回答就是negative 所以這樣呢就可以做中文的情感分析 好 那到剛才為止呢 都是拿別人已經fine tone好的模型 對 但這樣子就很無聊 所以我們想要自己fine tone一個模型 好 但是在做這件事之前呢 我們必須要先做資料預處理 那我們就要用到huggingface 有一個dataset這個套件 然後用rolldataset這個function 然後去下載這個yelpreview4 這個資料集 好 那這個資料集的來源呢 就是yelp的這個網站裡面 用戶對於各個店家的評價 就類似google評論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就把其中一筆資料印出來來看 那我們發現他有task跟label兩個欄位 那test的部分呢就是用戶的評價 對 反正就這些 然後label的部分則是他的評分 那他的評分呢是從0到4 那分別就代表1到5顆星 那星數越高這個分數就越高 就跟google評論是一樣的 好 那我們也看一下他training跟testing的資料集大小 那我們發現呢他的training有65萬筆 然後testing的話是5萬筆 對 但因為這個資料集太大了 所以如果你全部訓練下去的話 會花很多時間 所以我們底下呢就只取一千跟 四千跟一千就好 好 然後跟剛才一樣 就是用到這個autotokenizer 來把我們的文字轉成數字 那這邊我們的模型名稱呢是用birthbackcast 那這個就是待會要用到的模型名稱 那等一下會再補充 對 那你要做資料域處理的話呢 就是去寫一個function 那輸入呢是你的文字 輸出就是把它處理好的token 所以我們這邊呢就是用tokenizer 然後輸入呢就是它的test 好 那我們後面要加上 padding 跟truncation這兩個參數 那這是因為大家知道在訓練模型的時候 它的input layer長度是固定的 對 所以如果你今天句子如果太短的話 它會在後面幫你補上 padding 那如果你句子太長的話呢 它則是會幫你直接truncate 就是階段 好 然後呢我們就是呼叫這個map這個函數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把你 剛才那個資料集裡面的所有文字 通通都轉成就是token 好 那像這樣子資料域處理就結束了 那我們再來要做的就是 把模型給就是load 下來 那我們就是用birthbackcast這個模型 那這個模型呢是最原始 就是完全沒有phytone過的birth模型 對 那我們待會就是要用這個 然後 這個number labels這邊要 記得要設成5 那是因為我們的標籤有5類 就是剛才講0到4 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在訓練的時候想要計算它的正確率 所以我們這邊就要用這個roll metric 然後用occurrency 這樣子它就可以幫你計算這個 你訓練時候的正確率 然後這跟剛才在做tokenizer的時候一樣 就是寫一個function 然後輸入呢是你的預測結果 跟你的正確的標籤 那你就繼續計算它的正確度 然後並且把它回傳 那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那訓練過模型的人都知道了 就是會有所謂的超參數的問題 那在transformers裡面呢 就是用training arguments 這一個物件 那基本上我們需要設定的呢 就只有這個output directory 這個是代表你到時候存檔的名稱 那至於這個evaluation strategy等於APOC 則是代表說你每一個APOC 它就會去呼叫上面這個compute metric 然後它就會去計算一次正確率這樣 好 那其餘的參數像是那個APOC啊 Batch size這些 就保持預設就可以了 好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去建立一個 這個trainer的物件 然後把剛才的model 這個argument training dataset evaluation dataset 還有這個compute metric 這些通通都丟進去 然後就呼叫channel.chain就結束了 對 那它底下呢 就會開始幫你訓練這個模型 那我們4萬筆資料它大概要 4千啊 4千筆資料 它大概要跑22分鐘 對 那底下這邊就可以看到 它每一次APOC的正確率 就是越來越高 那最後大概60%左右 對 那雖然60%沒有很高 但是 因為我們現在只拿4千筆資料而已 所以如果你把全部的資料都拿去訓練的話 這個數字應該可以再更高 好 那 這邊就訓練完了 再來的話呢 就是可以用savemodel 這一個function 然後把模型給下載下來 那這邊參數的部分呢 就是給它下載的路徑 對 那它就會把它下載在testmodel 這個資料夾裡面 然後 你之後想要再把它載入回來的話呢 就是用fromprechain 然後 這邊一樣 就是給它 你的那個model的路徑就可以了 然後 接下來提一下就是huggingface 有一個很強大的功能 就是說它在pytorch 跟tensorflow之間的模型 是可以很輕易的來做轉換 那我們剛才下載的時候呢 是下載pytorch的模型 那我們現在如果想要用tensorflow的模型的話呢 tensorflow模型的特色就是 它的模型前面都會有一個tf 就代表是tensorflow的模型 好 那你在把它載入使用的時候 就是在後面加frompt等於true 那這樣子它就會幫你把pytorch的模型 轉成tensorflow的模型 那就可以在你的層次裡面用tensorflow的模型 好 再來就是既然都來costcover 那就要講一點跟開源有關的事情 對 比方說你現在想要把你 那個已經pytorch好的模型 分享給大家的話 那你需要先下載這個huggingfacehub 這個套件 那一樣就是用pipeinstall來下載 好 那下載完之後 下一步要做的就是登錄 那你只要執行這個 下面這個程式嘛 那它就會跳出 這樣子的一個提示 對 然後你就是點這個連結 那它會幫你連到huggingface的一個網站 那你就在這邊新增一個全線是write的token 然後接下來就是把這個token呢 複製到 你的這個上面這個框框 然後按login 就可以成功登錄 好 然後在登錄完之後呢 就是呼叫push to hub 然後 這邊呢 就是加上你model的名稱 那這樣子它就會幫你推到huggingface的網站上面 那如果你原本沒有這個ripple的話呢 它也會幫你新建一個 那 雖然剛才說這個transformers 可以幫你轉換pytorch跟tensorfold的模型 對 但是這樣子會比較花時間 所以基本上為了使用者方便 還是建議你把兩種的模型都push上去 對使用者比較友善一點 好 所以呢我們的tensorfold的模型也就是一樣push to hub 就這樣就可以推上去 然後剛才的tokenizer也一起推上去 好 那之後呢你就可以從網路上 把自己的model給載下來用 那這個時候它的名稱就會是 你自己的username 一條斜線 然後再加你的model name 那就以我自己的模型為例子 它就是 我的名稱 然後一條斜線 然後再加model name 這樣 好 那 剛才把模型載下來之後 我們把它叫做mymodel跟mytokenizer 所以我們底下呢這邊 就一樣用sentimentanalysis 那model的部分就是用mymodel跟mytokenizer 然後結果呢就給它一句話 說this restaurant is great the food there is delicious too 那它的結果呢就是label4 也就是五顆星 所以看出來它分析的結果算還蠻正確的 好 那最後呢就是講一下網站的部分 你可以到huggingface的網站去看自己的模型 那大概會是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那這邊有可以編輯你的model card 那就類似你在github寫readme一樣 那這邊有一個host inference API 就是可以對你的模型做一些簡單的測試 那colab的部分大概就到這邊 那最後 這邊是我的一些參考資料 那很推薦大家可以去看huggingface transformers的document 就是它的內容很豐富 然後也很完整 那基本上我的那個colab 有一部分也是截取 就是他們的document這樣子 就很推薦大家可以把它整個看完 就對nlp會更有理解這樣 好那最後一點時間就來做個小總結 那我們今天介紹了nlp的實際應用 圓域訓練模型 還有googlecolab加上huggingface的實作 但這些就只是nlp的冰山一角而已 就還有很多東西都沒提到 對 那因為時間有限啦所以也講不完 所以就歡迎對nlp有興趣的人呢 可以自行研究 或者是待會找我一起來討論 讓大家一起共創良好的社群環境這樣 好那最後的話 本一層也有響應開源風氣 所以投影片跟範例程式碼 都有公開在github上面 那就可以掃 右邊那個程式碼來使用 那至於左邊這個話呢 就是我的github 那之後如果有什麼事情的話 也歡迎來聯絡我 好那我的投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好還有一點時間 有人想問問題嗎 那機油四的也可以先走 ok 請問 你像我們旁邊的下載的模型 嗯 現在是下游任務嗎 呃 對 它是那個已經prechant好的模型 那 對 原來的那個上游 那個下載的模型 可以再加體 還是要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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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可以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資料集 對它做bytune 可以 是可以是可以的 你只要 能把自己的資料集整理成 那個 它可以吃的型態就可以了 就是不是下游任務 直接做prechant嗎 就是 就是它下游任務 不是說 就不是做下游任務 你說它可能下游任務 你說它可能有 下游任務 你說它可能有 下游任務 我們剛剛說是 沒有特定的任務 那應該就是還沒bytune過 對 還沒bytune過 對 可以再加資料 然後讓它進入 可以啊 對啊 只要你有資料集 你就可以 做這件事 做這件事 對 對對對 跟這個其實差不多 對 它就是基於一個 已經prechant好的模型 再去做bytune這樣 OK 下一個講座 好 那 趕快登出一下 去外面講 去外面講 為什麼 對 好 為什麼 對 對 為什麼 對 對啊 對 好 好 好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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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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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夜 明顯是個橫角 有嗎?我記得上去打麻將也是穿著件 沒有 橫角 好 很年輕 海螺 海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演讲者 我要演讲的主题是OpenNetVM 全新电池高拓展性的NF开发平台 Introduce to OpenNetVM 我是今天的演讲者 蔡安心 这是我个人的经历 我目前就读于教科大志工研究所 研究的主题主要是5G的核心网络 我也在贡献开源软体上面有两项经验 一个是L2GC 另外一个是FluGC 演讲的经验的话 我曾经在中华电信担任讲者演讲过 接着看到今天的Outline 首先我会介绍OpenNetVM发展的背景 然后接着介绍OpenNetVM几项主要的特色 接着会看到我们OpenNetVM是如何运作 最后会给一个成功运用OpenNetVM的一个案例 L2GC 首先看到Background的部分 那随着我们现在网机网路的发展 我们电信商以及企业开始会有专用网路的需求 那我们的行动网路也逐渐会朝向CodeNetVM的趋势去发展 那在未来我们网路的功能势必会朝向虚拟化 以及软体化的方向做发展 那这时候我们的网路功能如果可以以Container的方式进行部署的话 就可以提到它的Scalability的部分 但是如果以容器来进行部署的话 我们虽然会获得很多优点 但是仍然无法避免的一个缺点是我们效能会被缩减 那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是否有一个同时拥有低延迟以及高拓展性的网路功能的开发平台 我们的OpenNetVM就是在这样的需求下所作为的开发研究 接着看到OpenNetVM的几项特色 第一个是Container-based的NF 在这个平台上运期的所有的NF 都是以Docker的方式来进行管理以及运行的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使用UserSpace的程式撰写方式来开发我们的网路功能 第二个是我们的NFManager 这是我们这个平台最主要的角色 它是可以用来随时监控我们每个NF的状态机 用它来管理我们每个网路功能之间的通讯 第三个是SDN Enable 这是说透过我们的NFManager和SDN的OpenFlow 来支援我们SDN控制器来组合我们每个NF 让它提供一个Service Chain 第四个是ZeroCopyIO 这是说当我们运行在这个平台上面的网路功能 它们之间的通讯 例如封包的传递都是经过零复制以及操控的 那这样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通讯有一个非常大的速度的提升 第五个是No Interrupt 在传统我们封包处理的流程都是透过Kernel 将发起中断来处理 那如果在这个平台上面运行的NF 它们会直接使用DBDK Pooling的模式 将我们的封包直接拉取到User Space 来提高我们封包处理的速度 第二个是Scalable的部分 那就是说在运行这个平台上面的每个NF 它可以很轻易的被复制以及扩充 那我们的Manager它就会扮演一个 类似Low Balancing的角色 那很容易的就可以将我们的封包进行平衡 来达到Scalable的这个部分 接着说明我们OrtonNet VM是如何做到以上的特色 那最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是NF的Manager 它会负责管理与网卡的沟通 以及维护各个NF之间的通讯 第二个是NF的Leap 这是一个提供给使用者使用的API 那我们的程式 我们开发者就是透过这个Library 建立一个运行在OpenNet VM上面的网路功能 那最后一个就是Network Function 这是使用者自行开发的程式 那我们的NF都是以Docker容器的方式 运行在这个平台之上 接着看到这张图就是我们OpenNet VM 最主要的整体大架构 首先是Share Memory的部分 运行在这个平台上面 所有的封包都会储存 以及维护在这个记忆体区块之内 那这里的通讯指的是说 在这个平台上面任何封包的传递都是 透过交换我们记忆体的位置 来达成封包的交换 那所有的NF都可以撑取 这一块记忆体位置来接收以及转发封包 接着就是RX Ring 那每个NF都会有它自己的一个RX Ring 它可以用来接收 现在要有封包要进入这个NF 以及要去记忆体核出来读取这个封包 那与之相对应的是TX Ring 也就是用来传递封包的 它会用我们每个NF都会用这个TX Ring 来通知我们的Manager 现在有封包要传递 以及我们封包放置在记忆体位置何处 接着就是NF Manager 它会随时监控所有NF的RX以及TX Ring 看是不是现在有封包需要被处理 那它会管理以及负责转发通知这些操作 然后DPDK的部分就是用来负责把外部进来的封包 直接拉取到这个Share Memory内部 那无需经过任何Kernel的转换 那就来看看我们撰写一个OpenNet VM的NF 需要用到哪些主要的Function 第一个是说我们每个NF都需要有设定它的基础的Metadata 例如说这个NF的ID 那它要用多少个CPU来处理 那第二个是Signal Function 它是用来关掉这个NF需要注册的Function 然后接着是看到的是Function Table 这是最重要的部分 那我们自定义相关的一些函数 都是要注册在这个Table内部 才可以在初始化的时候一起被启动 例如说我们PagiHandler 会在这边注册到Table内 然后NF Startup是用于启动NF的时候 看要跑的哪一些流程 会不会在这边一起被注册 那最后是给一个成功的案例 那这边是L2GC A Low-Lensi 5G Core Network Based on High Performance NLV Platforms 那这是会发表在Sidcom 2022的一篇论文 那这是一个 直接将我们3GPP定义的5G核心网路 改进的低延迟版本 那它是基于我们3GC 就是一个开源的核心网路上面做的改进 那它就是实际将我们的OpenNet VN运用到5G核心网路的各个NF上面 那它做了这样的改动之后呢 它可以像是把我们手机注册 或者是基地台Handover等等相关的油程 它的延迟时间缩短至1分之1 那同时我们手机用户的Uplink 以及Downlink throughput也提升至少2倍以上 那以下这个延连结就是我们成功 应用案例的GitHub连结 那谢谢大家的聆听 这是以上今天的演讲 那大家有问题吗 那就到这边吧 那就到这边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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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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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但 你等一下但好了 抱歉 有 我什么包包啊 就是我们会给奖则一个包包 來參加 居然 了解 等一下我先 我可以用PPT嗎 我的Dry 我先找一下 這個好了 應該是沒有問題 看有沒有跑掉 是滿趴的 跑掉的 我先 Demo一次 他怎麼沒有那個字幕 我可以看我的影片 現在是有點開始 我可以看那個 就是太丟了 你是不是線上那種被 被注 不知道怎麼 這個應該沒有在動畫裡面 應該不會在動畫 等一下你就拿筒板 稍微看一下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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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隨時都可以開始 所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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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秀吉 今天就是可能花個十分鐘 為各位介紹這個 什麼是ORAN 還有這個 Google Cloud 他教這個 未來的這個發展 首先是這個議程的部分 分五個部分為各位做這個 科普 分別是 RAN是什麼 ORAN它又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會需要它呢 在這個傳統的4G的LT的RAN架構 跟我們現在的這個 架構有哪裡不一樣呢 然後我會做這個 架構的關鍵組件 做介紹就是它的 component 然後還有做這個ORAN的智能控制器 和它這個 閉環回路的這個控制做介紹 最後就是這個 Google Cloud 他加入這個ORAN聯盟之後的這個發展 那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 這個議程吧 對 那什麼是RAN RAN它就是這個 Radio SX Network 就是這個無線接取網路 就是 簡單來說呢 它就是這個RAN的系統 它發出了這個網路訊號 然後像你現在的手機 就好像說這個4G 5G 對不對 接收到網路訊號之後呢 它就可以上網了 而RAN呢 它是這個 無線電信的主要組成 它已經經歷了好幾代啊 像以前的這個D-RAN C-RAN 像V-RAN 一直到現在的這個5G ORAN 接下來就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也就是ORAN 同學 不是那個路邊單 你看那個ORAN 是這個OPEN RAN 全名叫做 Open Radio Access Network 開放式無線接取網路 這裡可能就有同學要問啊 就說 它開放 它開放是開放在哪裡 欸對 它就是 ORAN 它就是把它這個 RAN的網路架構 把它open起來 它依照它這個功能 來進行原件的切分 好比說 你從這個原程傳統這個 單體式架構 它現在依照它這個功能嘛 把它切成一個一個的這個微服務架構 然後呢 它一個一個這個component呢 這要由這個ORAN Alliance 它所規範的這個標準開放界面來進行連接 所以它就阻斷了任何 它阻斷了單一網路供應商 一條龍 整碗跑去這個現場的 所以你網路圓件 所以你網路圓件 它可以來自不同的這個供應商 不同供應商 它這個設備也可以互通 進而降低這個基地台的建置成本 我相信就是它也會反應到我們的消費者身上 也就是它讓下次代的5G 可以這個智能化 可以遇到它這個需求自動調節網路支援 那我們要來了解 為什麼會有這個供應商 壟斷幾碗跑去這個現場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過去這個RAN 它的價格是怎樣 過去喔 我們用現在這個5G 前一代這個4G LTE 來做範例 這個章姐的學習目標就是 來明白LTE RAN 跟現在這個ALL RAN 它之間的這個差異性 來看到這張圖 這是4G LTE RAN 這個硬體架構圖 我們先來看到幾個關鍵的元件 首先呢 是我們的基帶單元BBU 它負責一些像是信號處理 還有網路存取的這個工作 接下來就是這個RU 這是我們的這個無線寬頻頭設備 它負責像一些這個數位轉類比 類比轉數位的這個轉換器 還有這個RF的設備 然後在RU上面這個就是ATANA 這個就是天線 大家注意到這個RU連接BBU 它下面有個這個開放介面 它下面有個介面叫做secret CPRI 它的中文叫做無線基站通用介面 雖然說是通用喔 但是每一間這個廠商的secret 都是proprietary的 就是說它是專有的 聽起來怪怪的對不對 雖然我不是文學博士 但這聽起來有點奇怪吧 所以就是你RU它是專有 你BBU也是專有 它專有了硬體還有它的軟體 所以RAM的全部組件喔 都源自於同一間供應商 我這邊比喻幾個比較大的這個廠商喔 就好像說 它這個Nokia的BBU嘛 它就不能跟愛力性的RU接在一起 還是聽不懂 就是說 假如說我現在這個Google Pixel Type-C 沒有辦法去插那個iPhone Lightning 同學 啊這樣不就是導致說 你的利益喔 讓整個旁邊去 啊手上是要花多塊的 所以現在就是歐盟 就強制說那個蘋果它要規格化 在2024年的時候要把那個 全部都換成Type-C嘛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RAM要怎麼辦呢 所以這個開源開放的想法出來了嘛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All-RAM Alliance就是 國際這個國角頭 電信湯國角頭 都一組要來開火啦 組成一個這個 All-RAM Alliance一個聯盟 來制定這個RAM的開放界面 那麼為了要阻斷這個網路供應商 它壟斷的這個情形呢 所以就要來做這個硬體上面的切分 讓不同的輕鬆來製造原件啦 不然我這樣比喻好了 假如說我只有開放說這個 你這個sicc要開放 但是我原本硬體硬體 BBU 全部還是由Nokia來做 你這個RAM的架構 有超過一半都是我Nokia 在做 為什麼我要挺你的 所以呢 首先就要來考慮 要怎麼將這個RAM來做解有 就是我們所謂的 RAM Disturb Regulation All-RAM要怎麼來切開 BBU跟RIU呢 就依照它的功能來做切分嘛 就是Functional Split 它切了八個這個option 然後以這個新的介面Open Front House 來切開 DU分布單元 還有RU無線電單元 帶大家來看 我今天Front House 假如說我越往左邊切的話 我這個RU的這個無線電單元 它的功能就越多 越往右邊切的話 我這個DU的功能就越多 所以勒 我這個Front House 要切在左手邊的地方 我這個RU的功能不是就很多嗎 就是塞這麼多功能 在RU上面 我在開發 在製造上面 是不是就變得很困難很複雜 假如我今天要拓展 新的功能的話 我已經踏這些東西 我是要怎麼拓展 以前不同供應商 它這個設備的互通性 也會變得比較複雜 中共我今天Front House 切在這個Action Bar的地方 雖然說這個RU 這個無線電單元 它的功能就少少的 聽起來好像不錯對不對 可是我5G傳輸 傳輸量很大 要做這個機瓶處理 像是這個快速複雜夜轉換 還是我要確保說 我資訊有沒有錯誤 我是不是要做這個 這個錯誤檢查 我資訊量大 而且要快速這個傳輸 我就需要足夠大的頻寬 我才傳得快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做衡量了嘛 對不對 國際電信組織之後 就選了三個這個主要方案 之後由這個Split Auction 7.2 拖引而出 就將原本的這個Secret的界面 Front House 在這個Physical Layer 它資料傳輸的部分 由eSecret 取代為Secret 採用Split Auction 7.2 有兩個主要的考量 就是RU 它如果功能越多 它就比較好 另外一個考量點就是 這個位元速率 就是傳輸資料的這個需求 Open Front House 它切在Option 數字越高 就是Option 8的地方 RU功能少 研發變簡單 但是我界面的傳輸量就會變高 對於延遲的要求也會增加 所以這個Open Front House 它就是把這一個 它就把它切在這個 Hi-Fi跟Low-Fi之間 來接有DU跟RU 心理說這個Option 在1,2,3,5,6,7,8 你切哪一個 切在哪裡 沒有說一定好壞 7.2它是投票出來的 現在也是有人在做這個Option 6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Oran的架構 跟剛才的LTE RAM來做比較 它的BBU就做這個功能切分 就是Functional Split 將這個RAM它結有成了這個CU DU RU 三個不同的元件 就制定了一個這個標準的開放介面 讓他們可以這樣互通 實現了可以來自不同的這個供應商 白牌的供應商 網路元件也可以互通的這個願景 就我們所謂的Multivender 多供應商 在這個BBU的部分呢 它也是做結有 設計部分 它可以做這個雲軟體雲計算 雲計算 Oran它也可以實現用現成 我們現在4GLT現成的這個RAM的硬體設備來建造 而我們最初提到那個就是網路智能化的部分 就是靠這個RIC它這個元件 它對這個RAM做這個即時控制 它可以調整這個網路的資源配置 提高資源的有效利用度 來改善用戶的這個使用體驗 然後 然後 對 然後我用這張圖來摘要重點 在傳統的4GLT-RAM的架構 可以看到它全部都是同一個顏色 全部都是由同一間廠商固醬 現在就是Open Front House 它就依照這個Functional Split 把BBU把它切成了DU跟RU 現在Oran它就像RAM做這個JL JL成C-U-D-U-R-U 實現RAM的組成可以來自不同的供應商這樣子 接下來我要來介紹這個Oran架構中幾個比較關鍵的元件 學習目標就是帶你們初步了解這個Oran架構 還有它這個重要的組件還有它的介面 如果你第一點看到這個架構圖完全看不懂的話 沒關係我也是 接下來我會帶大家看到幾個關鍵的元件 分別就是服務管理編排SMO 還有這個Non-RT-RIC 就是非即時的RAM的智能控制器 還有這個Near RT-RIC 近即時的智能控制器 接下來就來簡單講解這個SMO元件它有什麼功能 它執行像是RAM的網路支援管理 傳輸管理 端對端的這個網路切片管理 你把它想成那個QoS服務品質管理就好了 那在O2這個介面呢 它就負責這個Ocloud跟Ocloud進行溝通 執行像是這個平台支援工作負載的管理 在A1的介面呢 它負責RAM的支援優化 SMO裡面有個東西叫那個Non-RT-RIC 這邊 然後它透過這個A1介面 與這個Near RT-RIC進行溝通這樣子 那Open Front House的Mplane介面 它就是SMO和ORU進行溝通的一個橋樑 最後還有這個O1的FCAPS 就是故障阻態規則 效能安全管理的控制介面這樣子 因為這邊是這個網路智能化的部分啊 所以我就把它獨立出來介紹 但這其實還是在ORU架構裡面 這小節就帶你初步了解ORU它是怎麼整合AI 達到網路智能智慧化控制的這個目的 所以就是這個RAM的智慧控制器的部分 我先來講解這個Non-RT-RIC 它的工作回路啊 SMO裡面的這個Non-RT-RIC 它就負責收集資料 為了確保它這個數據的可靠性 避免不準確的預測 它會以離線的方式來訓練 我這個Machine Learning的這個學習模型 就是我們說的這個閉合回路 它提供這個Near-RT-RIC 對RAM的這個資源管理的指導方針 翻證就是說它 Non-RT-RIC就手這樣看得到 看得到那個Near-RT-RIC 有時候告訴你 你要怎麼來控制這個RAM 接下來就是Near-RT-RIC 這個工作回路的介紹 Near-RT-RIC 它就是用這個Non-RT-RIC 它附屬的這個機器學習的模型 來監控或預測用戶的連線狀況 因應RAM的流量環境 主動或提前來調整我這個網路配置 它的反應時間是小於10毫秒的 所以說非常的即時 最後就是做這個 與智能控制器有關的介面的介紹 就是E2的話就是Near-RT-RIC 跟RAM 它這個做連接的部分 做即時智能控制的部分 然後還有這個O1 O1它就負責這個數據的蒐集還有控制 最後就是2021年Google Cloud 它宣布加入Oran Alliance 協助推動Oran的發展 Google它有很強大的機器學習 大量資訊處理的功能 地理空間分析技術 像Google Map跟Google Earth 它有助於RAM的這個智能控制器的發展 而且它也提供這個數據品的IvQuery 就是結合機器學習來達到網路最佳化 最後呢我做個總結 什麼時候Oran Oran它就是開放四無線接取網路 它開放RAM 將RAM的構造開放 將RAM以功能切分成不同元件 然後再以標準的開放介面來做連接 開放介面它解有了架構 讓RAM的組成可以來自不同的供應商 不同白牌的供應商 根除網路供應商壟斷的現象 最後就是RAM的這個智慧閉合回入 它整合了人工智慧 讓RAM可以依照需求自動調節網路資源 如果聽完我的議程 你覺得有興趣可以幫我分享 讓大家都知道這個Oran 在Oran網路上有一個Software Community 就是OSC的開源軟體計畫 希望可以鼓勵更多暑假無聊的人 來加入這個計畫 就是Let's make Taiwan great again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謝謝 大家好 好 好 請問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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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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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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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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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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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简单 在各个人 不同的小区 之前呢 字幕志愿者 就是EMBB 通通知 就是有一个 我不會全部 那他会 那他会 这边就会跟 之间的通通知 然后然后 你的机器 再把这些赢 是由UPF 一些Authentic Authenticator 那他会说 講一下什麼是3GPP 什麼是non3GPP 好 再來的話是NRF 其實NRF做的工作很簡單 NRF只要負責記錄每個nail function的位置 比如說你今天你把整個核心網路 部署到Kubernetes 這些IP這些位置可能都是動態的 因為Kubernetes會根據不同的使用需求 動態的去增加你的pod 或是container的數量 NRF就是用來儲存所有nail function的IP位置 比如說我今天SNF 我可能需要跟PCF溝通 我不需要在config裡面寫說PCF放在哪 放在處於哪一個IP位置 他只要知道NRF在哪邊 他去問了NRF說你知道說PCF在哪嗎 NRF就會告訴你說PCF在哪 那這時候SNF就可以用剛剛拿到的那個地址 去做進一步的互動這樣 OK 那這邊的話可以看到說 就是NRF還儲存了一些 每個NF相關的一些資訊 包括就是NF的ID 然後type以及PLNID 還有就是每個NF的IP位置等等 那再來的話是Network Slide Selection Function 那他的功能其實也算是比較簡單的 就是負責去為他服務的UE 也就是手機選擇一個最合適的網路切片環境 然後去決定說NSAI以及configure NSSAI 那簡單來說就是你的手機在註冊的時候 你可能會跟核網說OK 我需要哪一些網路切片場景 那NSSF他其實就會看說 可能說你的使用者的一些政策 沒辦法去符合你的要求 或是我核網端目前沒有能力去應付你 某一些切片的需求 那他就會回傳一個Aload的一個NSAI 去告訴手機說OK 那你等一下註冊成功以後 你可以使用哪些切片去進行 資料的上傳或是下載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NSF 他可以基於就是使用者的資料還有 使用者的位置去選擇 用來服務UE的那個NF 好 那再來的話是UDN的部分 那UDN的話他主要也是儲存一些 User相關的一些策略的資料 那他主要負責去產生3GPP AKA就是Authentication的一些Credentials 那他會跟AUSF合作 比如說今天Authentication的流程 可能是NNF會跟AUSF互動 那AUSF他在產生Key的時候 他可能也會需要UDN的幫忙或是介入 那UDN的話他還會負責說去儲存 或是管理一些SUPE 那SUPE的話其實就是 有點像是UE的識別證 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這個SUPE他就會用於 這個剛剛提到的Authentication procedure 然後再來的話則是一些就是 剛剛有提到的使用者資訊的一些管理 那再來的話是UDR UDR才是真正儲存那些資料角色 他有點像是核心網路的資料庫 這邊我們有看到說他是 那個Data Access的Provider 那他會提供Subscription data Policy data或是一些 Explosure用途的Data 或是一些Application的Data 那這些Data會被UDN PCF NEF去索取 那UDR只要負責把這些資料都 提供給UDN PCF NEF就好了 那再來的話是N3IWF 也就是NAN3GPP的一個內容 function 那NAN3GPP的意思其實就是說 只要是非3GPP定義的方式就是NAN3GPP 那比如說Wi-Fi就是一個NAN3GPP的東西 那你透過N3IWF 你可能再加一個Wi-Fi AAP 你就可以把它當作成是一個RAM的角色 那你的UE就可以通過Wi-Fi的這個基數 去接入到我們的核心網路 那他的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那他當中的話就是也會需要去處理NAS 或是NGAP的一些訊息 然後他有就是N3 還有就是這個檔會提到 還有一些IPsec的封包的封裝 還有解封裝 那再來的話是PCF PCF的話就是負責提供一些Policy rule 給ANF或是SNF 那PCF在就是可能被ANF或是SNF 索取一些Policy相關的策略的時候 他會跟UDR互動 拿到UDR目前儲存的一些subscription data 然後他再根據不同的情況去告訴ANF OK我的Policy decision是什麼 告訴SNF說我的Policy decision是什麼 那SNF或是ANF 他會Reference這個Decision去做進一步的處理 好那再來的話就是簡單講完剛剛那些Network function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SBA還有Reference point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其實除了UPF以外的Network function 那他們都是有接入到這個SBA的架構的 那簡單來說呢像是剛剛講到SNF要跟PCF去要Policy decision 那其實在這個過程中他都是使用HTTP request 就是每個Network function裡面他其實都使做了一個RESTful的API 那其他的Network function如果要跟他互動 就是透過對這個RESTful API去做存取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其實就是可以減少很多Network protocol的使用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這邊你可能可以看到說N1N2或是N3或是N4 那這邊的話就是Reference point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UE這邊也就是我們的手機 他會接到RAM還有NF 那實際上的話這條線是不存在的 實際上呢所有跟N1相關的訊息都是透過手機傳給基地台 再從我們的基地台轉發給NNF 那這邊的話N1的訊息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右邊列表所有N1 protocol的訊息都是用NAS這個Protocol 那RAM跟NNF之間的溝通的話就是走N2的這個Interface 那他是基於這個NGAP的這個Protocol 那他的底層是SCTP 那再來的話是RAM接入到UPF 也就是UserPlan的一些風包的處理 那他是透過N3這個Interface 那N3Interface的話他就是透過GTPU這個Protocol 去進行資料的傳輸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就是UPF從N3這邊拿到RAM的一些Uplink data 那他就會從透過N6這個Interface 把風包傳到外部網路去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簡單來讓各位看一下那個SBI部分 也就是我剛剛講的RESTful API 比如說今天有一個其他的Network Function 他想要去Create一個Session相關的狀態 就是他要告訴SNF說OK現在可能有一個新的Session 那這個要有這個Session SNF必須要Create一個新的狀態去管理這個Session 那這個外部的這個NF就會發一個HTTP request到SNF這邊 那SNF收到以後他就可以做相對應的處理 如果處理成功的話他可能會發一個就是Response 帶著那個201的這個狀態 那如果不成功的話可能就是帶4XX 5XX等等 Arrow的訊息告訴說Network Function是哪邊出了問題 那這個就是那個SBI的整個運作的流程 那我們就是剛剛有提到說其實就是除了UPF以外的一些Network Function 他們平時就是之間的互動都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去進行 那再來的話就是跟大家提到說Network Function 以及美國Network Function的用途以後 接下來的話就是會告訴大家說整個5G系統最常見的流程是什麼 那我這邊會挑4個出來講 第一個的話就是註冊流程 那註冊流程的話有分就是Initial Registration 還有Periodic Mobility跟Emergency的註冊 那Initial的話你可以把它視為 比如說你今天手機你可能在一個地方開機了 那他可能就會發一個Initial Registration 告訴核心網路說他要註冊 他要使用這個服務 那Periodic的話比較像是你的手機可能會有一個Timer 那定期的去註冊核心網路 那Mobility的話比較像是比如說你今天手機 你可能移動到了其他的服務地區 你會主動發一個註冊的這個請求 告訴核心網路說你的位置有改變 那Emergency的話會比較偏向緊急服務的那一塊 那再來的話是Session管理的部分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就是你今天要存取一個外部網路 你就必須要去建立一個Session 那這個Session就是PDU Session Packet Data Unit 對就是簡稱就是PDU 那PDU Session的話就是讓UE有能力去連線到外部的網路 也就是Data Network 那PDU Session相關的流程就會有建立修改以及釋出 那建立的話就是很顧名思義嘛 就是你要用的時候你就必須要建立 那Modification的話可能是比如說你今天的需求有改變 你的QoS相關的需求有改變 那你可能就會發一個Modification 告訴核心網路 那核心網路會根據你發出來的請求 評估說OK合不合適 然後再決定要套用什麼樣的設定 那Release的部分就是你今天用不到了 那你就把這個PDU Session給釋放掉嘛 就是不要沾用那些資源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這邊就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概念 就是每一個Session裡面至少都會有一個QoS的Flow 那這個QoS的Flow就是會掌管你這一個Session 它的那個Service的Quality 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你要接入到 這個是接入到Internet所建立的PDU Session 那這個的話就是要連線到InsVoice 所建立的PDU Session 那這個的話它就會有比較多條的QoS Flow 好那再來的話是Handover 那Handover的話剛才有提到說比如說 你今天從台北搭高鐵到桃園或者是新竹 那你不可能從頭到尾都有同一個基地台去做服務 那Handover的話就是要讓你的手機即使 就是切換到了下一個區域也可以被其他的基地台去做服務 那我們可以簡單的來看一下這個Procedure 那其實我對ANF也沒有很熟啦 我就是看圖說故事這樣子 那你今天你已經就是 假設你的UE已經都註冊到核網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OK在這個XN 這個流程叫做XN Handover 那XN Handover在最一開始比如說就是有兩個基地台 必須要建一個association 那它的目的是讓基地台知道彼此之間的存在 因為XN Handover是不需要核心網路去介入處理的 可以讓基地台自由的去選擇說 OK它可能要switch到哪一個基地台繼續服務這個UE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在第一步驟這邊 UE其實會定期的去測量它本身 可能各個基地台跟它之間的訊號強度 然後去回報給目前服務它的這個基地台 那這個基地台它可能會有一些threshold 然後去決定說OK 那我要不要進行Handover 那如果今天當我收到 我基地台收到來自UE的一些測量報告 發現說OK我必須要做Handover 不然我可能無法去繼續維持UE的這個服務品質 那它就會告訴它有建立association的基地台說 OK我這邊有一個UE需要交給你來處理的 那這邊的話就是目標基地台它就會收到 然後告訴說原本在服務的這個基地台說OK我知道了 那這邊的話基地台就會發一個RRC的reconfiguration 告訴UE說OK我現在要把你丟包囉 你要給其他基地台去做服務了 那這個時候就是原本服務的這個基地台就會去做一些狀態的轉移 告訴新的基地台說比如說有一些context的部分 就可以去做轉移了 那等到轉移的話呢就是我們可以看到說這個第六步 那這第六步就是發過去以後是會由未來要服務這個手機的基地台去發出去的 那它的這個第六步的這個步驟它的目的是在於說你可能UE跟基地台之間你要做一些時序上的同步 以確保說你的資料可以正確的被接收或是發送 那在這一步做完以後呢這個手機你就會主動發一個訊息告訴這個新的這個基地台說OK那這邊就是reconfiguration也已經完成了 那到這邊都結束了以後呢你的核心網路也是要知道嘛 就是你總要知道說現在換一個基地台來服務手機了 那這時候呢這個新的基地台呢它才會發一個NGAP的訊息告訴ANF說OK 我們這邊有做一個就是路徑的切換 那ANF在就是收到這個訊息以後它可能會為這個UE或是為這個GNodeB去記錄一下說 OKUE現在變成其他的GNodeB處理然後這個GNodeB可能服務了新的UE 那它在處理完以後就會回一個就是 Ecnology告訴基地台說OK我這邊收到了然後我也做相對應的處理了 那到這邊的話呢其實新的基地台就已經可以正常的去服務這個UE 那到這個時候新的基地台就會發一個就是UE context release的訊息給原本服務的那個基地台 那它的目的是在於說要告訴原本基地台說OK那我這邊換手的工作都已經完成了 那你接下來也不需要去服務這個手機 那你就把這個手機的狀態都就是釋放掉吧 因為它已經不需要了 好那再來的話是Pageon部分 那Pageon部分我就剛剛其實就有提到蠻多次 就是你的手機不可能五時無刻都跟基地台保持連線 但是有時候比如說有人傳line給你啊 可是你的手機是connection mode idle的狀態 那你的這個核心網路啊就必須要有能力去通知你說 OK現在有你的downlink data囉 你必須要上線過來領一下 那我們可以在就是右邊這邊看到說這個Pageon 那Pageon它最大目的就是找到這個手機啊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當外部網路今天有downlink data進來UPF 那UPF呢他發現說OK那我想一下怎麼講喔 應該是說他會去檢查每個packet的路喔 當他發現說這個packet目前是需要被保存起來的 那他就這邊會通知SNF去做一個session report的動作 那SNF在收到來自UPF的通知他就會告訴ANF 你可能等一下需要去做Pageon 那ANF在收到SNF的請求以後呢 ANF就會真的去根據比如說這個UE目前可能 有可能處於在哪一區 那他就可以告訴那一區附近的基地台發出Pageon 那等到UE收到這個Pageon的訊號的時候呢 他就會去送一個service request的這個請求 告訴核心網路說OK我現在可以來拿你剛剛為我保留的那些downlink data OK那其實剛剛的話我們就簡單的介紹完整個Network function的用途 還有什麼是 OK OK